现在大家知道玉立遗嘱很重要 但是往往会忽略了应该要怎么去保存遗嘱 像是把遗嘱随便放在抽屉里面 就很容易被发现或是偷走 有的时候藏得太隐秘了 结果全部的继承人都不知道有遗嘱这回事 最后写了也等于是白写 有一位单身的朋友来询问 他想要简单的写个遗嘱 要把遗产留给陪伴自己多年 但是并没有结婚的伴侣 不过他不想先公开 又怕没有人知道他有写遗嘱 也怕其他的亲友因为遗产就引起了纠纷 就来询问律师可以怎么做 让遗嘱的保管和执行很安全 这个影片就要来介绍遗嘱的四种保管执行方式 确保遗嘱不会找不到 还可以有人帮你执行遗嘱的内容 让自己安排遗产的心愿可以被实现 大家好,我是Rita 这个频道是为了熟灵学习和自我成长 分享生活理财法律小知识 欢迎订阅按赞和分享 电视剧常常演到了一些家族的征产 有些人为了财产不惜去伤害自己的亲人 甚至去偷拿或是藏起来不利于自己的遗嘱 有位朋友就来询问了 如果他写好了自书的遗嘱 家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份遗嘱 他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保护好这份遗嘱 确保自己在过世之后呢 遗嘱可以被执行 照顾到他的未婚伴侣 因为这个伴侣并不是法定继承人 所以他想要把遗产顺利的留给照顾他的人 就一定要有合法的遗嘱 有关如何预立有效的遗嘱 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上面的影片连结 这个影片有介绍过 在台湾立遗嘱有五种方法 根据我国民法第1189条的规定 有自书遗嘱、公正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 和口授遗嘱 其中最简单又省钱的就是自书遗嘱了 只要立遗嘱的人全程去亲笔、签写 还有遗嘱的内容 写上年月日、亲自去签名 就会符合民法第1190条的自书遗嘱的要件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用这种方法来立遗嘱 但是自书遗嘱的好处是因为简单、方便 但是就是太简单了 并不像其他的遗嘱需要律师和公正人的介入 所以如果不马上把遗嘱公开 就很可能自己写好的遗嘱没有人知道 随便放在抽屉,不小心就不见了 或是被有心的继承人藏起来 下面来介绍四种保管遗嘱的方法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写好遗嘱之后存放在银行的保管箱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因为安全性很高 比较不怕火灾、水灾、还可以防盗 减少放在一般文件堆里面,遗失就不见了 或是被有心的人士发现他把他偷走的机会 因为在银行的保管箱呢 在被继承人过失之后 如果想要去开启这个银行保管箱 原则上是需要全体继承人同意一起来开启的 如果有继承人不愿意或是没有办法配合 像是有继承人在国外没有办法回来啊 没有委任 就会增加开启保管箱的难度哦 这种补救的方法就是在遗嘱中去指定遗嘱执行人 让被继承人在过失之后 马上就由遗嘱执行人 依照你的遗嘱内容来分配遗产 第二个方法是请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来做遗嘱的见证 或是委托由律师事务所来保管遗嘱 这个方法是借由公正的第三人来去看这一份遗嘱是由你亲笔所写 而且完成的遗嘱在交由律师事务所来保管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因为律师事务所会担任见证人 还有遗嘱的保管人 会比较了解遗嘱涉及的实务法律问题 不过在委托的专业律师事务所里面呢 保管遗嘱花费也会比较高一点 这也是你需要去考虑到的问题 第三个方法就是可以去找到你信赖的遗嘱保管人和遗嘱执行人 因为律师或是公正人虽然更专业也更有保障 但是如果你想要用自己选任的人来处理 就可以去找到自己信赖的遗嘱保管人和执行人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 会想要去立遗嘱的人呢 通常都是有自己特殊的考量 这些通常会和部分的继承人利益会是相反的哦 因为如果按照法定继承人的方式来分遗产 根本就不需要另外再立遗嘱啊 所以会立遗嘱的人 就是有变动法定继承人的应计份 如果你还是由这些继承人来执行这份遗嘱的话 恐怕就会产生利益冲突了 或是有的时候 有一些继承人是没有办法去执行遗嘱相关的事物 例如说年纪还很小啊 或是年岁已经很高了 或是有身心障碍的继承人 在法律上呢就会产生有关执行遗嘱的问题了 实物上如果遗嘱有指定执行人的话呢 通常会选任自己信任的亲友 或是由继承人其中的一个人来担任 当然啦也有可能是可以去选择会计师或是律师 或是有其他专业人士来担任遗嘱执行人哦 有遗嘱执行人的好处就是在发生继承开始 就可以按照遗嘱的内容 直接去办理相关的程序 这个时候就不用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 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也可以加速继承手续的办理 在我国的法律呢并没有明文规定哦 一定要有遗嘱执行人 所以如果你担心遗嘱在执行上面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选任遗嘱执行人来帮助你 是最好的方法了 当然啦遗嘱执行人也可以去请求报酬的 这个部分呢可以由双方来协议 或是由法院来订定 第四种的方法就是遗嘱信托 这个方法更有保障了 遗嘱信托呢就是找到办理信托的银行 由立遗嘱的人先去预立好遗嘱 在遗嘱中呢去指定遗嘱的执行人 并且把全部或是部分的遗产去交付银行信托 并且明定啊这些信托的财产 受益人还有受托人 如果遗嘱生效的时候呢 就由遗嘱执行人按照这些遗嘱的内容 去处理他的遗产 还有继承的相关事物 并且把遗产缴纳完遗产税之后呢 就交付给信托 由受托人也就是银行 依照遗嘱的内容去管理信托的财产 这样子才可以去达到委托人照顾受益人 这些受益人有可能是你的继承人 也有可能是你想要照顾的人 他叫做受益证人 信托的银行也因为有完整的信托程序 当然就可以达成委托人的遗愿 避免遗嘱不见了 或是继承人有不必要的一些纷争 不过遗嘱呢 一定要有信托保管费用 而且呢 遗嘱也需要经过公证 并不可以只有用自书遗嘱 就来办理遗嘱信托 所以呢 也要付出相当的信托费用 但是算是非常有保障的一种遗嘱管理方式了 有关遗嘱信托要怎么样办理 还有一些费用和程序 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上面的影片连结 上面这四种方法 你可以选择看你实际有的家庭或是朋友关系 并且考虑自身的财力和能力问题 再来选择 只要妥善保管好遗嘱 不要医失 有人可以确实去执行遗嘱的内容 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愿去分配遗产 照顾到你想照顾的人 也减少未来家庭失和 或是亲人去征产的麻烦 学习理财法律 善用专业 就可以让你省钱又减少纠纷哦 以上是律师先生伟哥提供的法律案例 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 欢迎在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和看法 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的资料 欢迎到留言处去看我的部落格文章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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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